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论语宪问篇第28节 孔子曰君子持起言而过其行 那么我们在这儿稍微啰嗦一点 因为这又出现君子 最近有朋友也跟我讲 你看君子这个事你哪一节有好多字 你哪一节里都都去讲 都重复多少次了 本身你讲的就不利索 哎 嘿嘿 哩哩啰嗦 你在这么一啰嗦 哎呀 就有点太怎么着了 其实呢最早我也是因为有朋友提出来 说你说你讲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分享过 但是呢我们都没看到 因为有些章节我们学生我们都懂啊 我们一定要看 我们就挑着看 挑着听 所以呢你还是每一节都跟我们讲 所以才每一节都去跟大家啰嗦 但是现在呢大家又提出来了 太啰嗦了 那么 其实我也感觉的太啰嗦了 六十啰嗦的 讨人嫌 那么 呃 那么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个一个自演变的 啊这个 讲解 讲解 讲解我多少策能放 那么如果有的说你 呃 没看到啊 我没听到那么多后前面的张姐里头去 那么 呃 都能找到答案 您多费费心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希望大家是每一节呢 都去听一听看一看 呃 讲的不咋地 但是里是在那里头 希望您得意 啊 那么 这里呢我们就是君子 我们就把这个意思 在这里的意思跟大家一分一样 至于大家说 有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呃 这个探讨的话 那么我们在私下里在或者在有什么场合的时候我们在进行探讨 啊 具体再去切磋啊 再去商榷 那么 至于说 呃 是不是谁的对谁的错 那么大家自己都可以去印证啊 谁的正确与否 这里呢 我们就把呃 这个地方的含义 我们就直接说出来 就像孔子在这儿 呃 也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么一个这个心路历程 那么这个君子呢 我们就说就是指 懂道理的人 境界高的人 啊 明白理的人 或者叫明心见性的人 或者说啊 懂得什么是人的人 成功做成人的人 理人的人 啊 配称 是人的人 或者啊 配 替一张人皮的人 那么就只是境界高吗 大家都希望去做 当然了 我们生活当中 啊 我们都希望跟君子去相交啊 也希望别人把自己 称之为君子 啊 尽管自己未必就是个君子境界的人 啊 因为都是所谓的美好的向往 其实真正意义上自己 别人怎么称呼我们 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我们自我感觉 我们究竟是个什么层次的 那么再又说出来 那么希望别人成为君子 那别人也希望我们成为君子 真正的君子 所以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做成一个君子 而且向君子靠拢 而不是说 哎 就让别人称呼一下 自己心安一下就完了 而做那不君子的事 小人的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关于这个事 这个字呢 就跟大家啰嗦这么多啊 迟 迟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做错了 或者说错了那种感觉 呃 叫迟 所以说就是错的意思 那么 知迟就是知道自己错了 无迟就是自己错了 也不知道错 哎 那么这个地方迟呢 就是说简单的 就是一个动词啊 就是 检讨是否有错的意思 嗯 齐呢 在这就是指君子 言呢 就是指 人说的话嘛 哎 那么 这个 君子所说的话 哎 那么 称之为言 那么 儿呢 我们就是苏仇法 其实儿这个字呢 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思 哎 嗯 就是一致 也有一致的意思 也有反面的意思 儿就是反过来 啊 反过来讲 那么也有 在这的儿呢 就是和的意思 因为我们祖宗整理头发的时候 就是 不能说同时吧 有时候正 有时候反 所以就叫儿 叫整理头发嘛 那么在这就是和的意思 过 过就是走路 走多了 多了也是错嘛 也是不对的嘛 那么 在这儿呢 就是指一个动词 以什么什么为过 检讨 是不是有过的意思 有没有错的意思 行嘛 行就是道路 那么在路上走 称之为行 那么通常是指 我们人的一些 这个动作行为 哎 那么在这里中呢 那么孔子说 就是说一个 作为一个君子 他能适时可可 去反思 自己所说的话 是否有错啊 就是不符合平等的规则 哎 去反思 反省自己所做啊 是不是违背了 这个平等的 这个规则 做多了啊 或者就是 去检讨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儿 孔子跟我们分享的意思 是什么呢 说你作为一个君子 首先要有 自我反省 自我反观 自我违改 自我检讨的这个能力 你首先要 对自己的一言一行 说白了就是信任 你是不是做 说了人话啊 是不是做了人事 去进行检讨 那么错 没关系 你首先要去检讨 错了就要勇敢的成事嘛 那么孔子或者我们 其他的这个大德 我们的祖宗也都说过 知错能力 善魔大言 你说这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人不可能 不犯错误 我们这些物质 来到物质世界 这些灵 这些命 都是通过 不断的犯错误 才找到了正确的 你不犯错误 你怎么能找到正确的呢 那除非我们就是机器人 你那就不犯错误 设定程序 你都照着去做 但是我们每一个灵 每一个这个魂 每一个真正的自己 都被赋予了自我选择权 并且这个自我选择权 是至高无上 不可被剥夺的 自由选择权 不可以强迫 我们可以有这个自由 但是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权 也要做出相应的 这个所谓的代价 不是说代价 就是说相应的承当承担 那么我们就是 通过不断的犯错误 去找到正确的东西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 真正意义上的 去对自己进行评判 你是不是真的 找到正确 没犯错 错了就勇敢的承认嘛 你说你错了又不承认 不可能找到正确的 你比如说 你这个错的 你认为是对的 你再往下发展只能在 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嘛 你想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前走 必须得过去的错误 进行认知 肯定 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然后我们才能去改 才能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所以作为一个君子的前提 就是要有反思 反省的能力 那么 孔子在这 是这么跟大家分享 那么一个道理 后面当然 他又去跟大家讲 其实孔子讲君子 讲了很多很多 那么怎么是一个君子 怎么成为一个君子 那么在这里 孔子又进行了一番描述 那么讲述了一个前提条件 首先说白了 就是要有悔改的心 要有反观的心 要有反省的心 勇敢的去面对自己 所以后面孔子也会进行更多的解释 那么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